十六关键 是尽宗重要的一步行 我们可以这样子说法 大臣无量受尽 是尽宗概论 从方方面面的来介绍 这个法门 小本的阿弥陀金 便于受持 所以在中国 这一千多年来 修静宗同学 都把这个金本作为早晚扩送 非常的简要 这是师尊 无量的慈悲 确实给我们一个容易修学的法门 这个方法 那么十六关金 就是这个 观无量受佛金 它里面讲 十六种观法 这个里面 有观想念佛 有观想念佛 有持明念佛 最后 第十六关 是持明念佛 那么又是在最后 这个方法门 就是余中药 在古时候 中国跟印度 都有 比如这个说法 最好的 最殊胜的 是摆在最后 在文艺表演里面 是亚洲戏 最好的一组戏的时候 总之放到最后 让观众看到 越看越有兴趣 如果最好的摆在前面 看完了 后面都不如前面的时候 大家就不看了 就走了 最好的放到后面 那么你就晓得 十六关里头 把持明念佛 放到最后 这就知道 尽忠修学方法了 持明 实际上 比观想观想 都要说什么 为什么呢 这些经 过去我都讲过 我在学观经的时候 曾经问过李老师 问他这个十六关的 观想 观想 还有一个十项 念佛的媒体 那么观想 就有十四种 唐朝 修观想 修观想法门的 不多 我想老师请教 为什么 老师告诉我 观想不容易成就 那 征观成的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还得把这个都给拉掉 不拉掉的人 不拉掉你着相了 分手有相 皆是虚妄 你还得把他拉掉 拉掉比观想成就出 那个还要费死 还要困难 念佛好 念佛这一句名号 要你放下很简单 比放下你那个观想 那容易多了 想想事有道理 所以要记住 经上这一句话了 这是总原则总纲领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